來吧 大家好 我是竹英台 自從英國落下留下後 很多人都開始在家中自己種植物 我不例外 我又可能種種植物 我今天會展示給大家看看 我在家的小陽台種植了一些 另外我會用自家種的生菜做一個很美味的Cocca and Mozzarella Salad 大家去看看吧 但在看影片之前 麻煩你如果看到我的影片的右下角有一個很可愛的BB地球仔 麻煩你幫我按一下訂閱我的頻道吧 謝謝 那現在先去看影片吧 Cocca 梅干 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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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剛才我摘回來的生菜 你聽到它多麼新鮮的聲音 我摘這些生菜就是要來一陣 lunch time 做沙律食 這些生菜我洗乾淨之後 我就會配這包 cold cut 這包 cold cut 是在Tesco 買的 好像約摩兩磅左右 我已經打開了 一打開了 這些 cold cut 的肉味很香 另外我還會加這個 mozzarella cheese 上面再淋一點橄欖油 就會很好吃 mozzarella cheese 是水牛芝士 在意大利製造的 這包 mozzarella cheese 原本的包裝就是這樣 裡面會有很多水 你看到這個 cheese 是很有彈性的 真的很喜歡吃這個 其實很多時候西人吃的 mozzarella cheese 其實它是用手撕開一片片鋪上的 就比較有 rustic feel 如果大家有看譬如 他會有一點點怎麼做 最后就淋上Olex油 放在水面上 很脆的 滑上去 就可以了 這個也要 我這個油很健康 所以不用擔心 一個午餐很簡單 這樣就完成了 是一個自家種的生菜 還有 在英國超市 很划算買的 Cold Cut和Mozzarella Cheese 這一餐的Cold Cut和 Cheese 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買了 三磅半左右 那包Cold Cut是兩磅 這包芝士好像一磅 一磅半 但肯定不過四磅 至於生菜 我是自己由種子親手種出來的 這個應該是無價的 所以這一餐午餐是 又健康 又生物 又值得吃 我先吃東西了 拜拜